剛剛有同學問到一個問題 就是他們家可能有這個情形 好,今天我這個模型是做在這裡 有沒有,或者是你們家的這個草皮 那我今天原本在這裡 可是呢,我現在想要幫它旋轉一下 像我現在這裡是橫的 那我想要把它變成像這樣直式的 請問行不行 或者甚至我要調整它的大小 你覺得OK嗎?可以 但是呢,預設的話 我們沒有錯 你可以單一個模型 一個一個慢慢調整 但是這樣很麻煩 所以呢,我們跟大家介紹一下 其實這裡有所謂的外掛程式 就是這個編輯這裡 你看到上面,我們選單上面 老師幫你們整理的這個版本 這些英文的 我們都是所謂的外掛程式 也就是說有人幫它開發的 原本軟體所沒有的功能 那你可以看到這裡就有所謂的旋轉 跟調整大小 resize rotate跟resize 所以如果今天你有多個物件 我可以像這樣把它選起來 好,我就選到這裡 OK,我先移動看看 有沒有,確定連門都一起帶走了 沒關係,等一下再弄回來 好,現在呢,如果我覺得 我們家這個空間 我想要把它旋轉一下 你就來這邊編輯 旋轉 那,可能是正的 一樣的方式 我今天這樣太大了 我去來這邊調整 那,預設的話呢 我們都會把等比例勾起來 就是這個 這叫等比例 好,我會把這個地方勾起來 這樣子的話呢 就,你只要改一邊就好了 那,你可以看到 它也可以調整位置 有沒有 好,先不管它 如果說你想要設定新的寬度 我現在寬度是 1462點多嘛 這是公分 好,公分 所以假設我要變 縮小一點,我變1000 好,有沒有 我們家的花園馬上變小了 連模型都跟著一起縮小 好 這樣就可以玩半家加久了 可以嗎 好,所以你多個 需要一起做的時候 你可以這樣一起做 不要再一個一個慢慢說 這樣是要太浪費時間了 好,這個是跟大家稍微補充一下的